所以小沈陽 你對趙本山老師有跪拜嗎 拜師的時候 正式的 對 跪拜 所以他的遺書 趙本山老師 趙本山老師 你那個... 那個不是拜師吧 當然也是要拜師吧 因為太不吉祥了 最近有罵你嗎 他沒有 他有踹過你嗎 沒有 請問有一個說什麼 在後台有賞你巴掌 那個是真的嗎 造謠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嗎 對... 可是小愛要炒作吧 可是小愛是在後台 都賞丞翰臉巴掌 對啊 是真的嗎 在最後我去示範給大家看啊 像這樣啊 對啊 我去大陸主持節目的時候 你有知道你的節目會這麼好嗎 他那時候其實很掙扎 為什麼 我沒有想像 就是他不知道 這個是... 不是 因為... 你是在模仿時候 那個是有什麼命... 是有線索嗎 我沒有想像 OK 羅志祥 沒有 他這個時候 可以拿你的電話號碼嗎 可以拿嗎 可以拿... OK 所以我可以 是不是有一個外國的影片 他在把一個妹對不對 Oh yeah 誰 Michael Jackson啊 沒有... 所以... 可以拿... 我們只有一個中和的節目 我們這樣一直猜下去嗎 就一直猜下去嗎 你要不要拿一個照片出來 大家辛苦一點點 不用那麼在意啦 一個大片在這裡 Keya在這裡 就好了啊 大家自己去那個YouTube上面看一下 我一個黑人 有一個黑人要電話 很好笑 好... 對不起... 你們可以模仿電話嗎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這一段是要做感性的 對...認真一點 你叫模仿我啦 你叫模仿我 然後把他剩起來 然後... 然後他就... 其實他很增長 你是不是無法面對感性的那一塊 我真的沒有看過人家模仿Nono 怎麼會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其他二人轉的演員 去看你的表演 他可以在底下拿錄音機 把你錄下來 然後回去學嗎 可以 因為孔哥也是常會偷別人的笑話吧 當然偷人家的啊 自己就創造不出來 自己放出來都沒人要笑 他當然偷人家的啊 就以前連介紹詞都不會介紹 比如說歌手來 我們也不會介紹那怎麼辦 那就偷人家看怎麼介紹的 我第一次偷好像偷捧家家的 然後介紹蔡琴有沒有 好 接下來為大家 歡迎這位國寶機的天王巨星 大牌中的大牌 超級中的超級 說到她的長相 比林青霞還要漂亮 說到她的身材 那只可以匹配 美國的瑪莉連夢怒 那那個氣質呢 就好像我們英國的戴安娜王妃 我們也對著掌聲 歡迎蔡琴小姐 她以前都用背啦 亂... 誰... 在窗戴的... 好像喔 好像大餅喔 完了...這笑完了 不是啦... 這摸摸這個啦 是他摸摸開琴啦 現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可以很瘋狂 我們也可以演文藝青年 這是立鴻講的啦 王立鴻那部電影 真的都很危險的 找到她 不會啊 我覺得是滿有潛力的一個 票房會好 人家這票房 人家這三槍的票房 三槍票房 三億人民幣 風防賽車一億五千萬 我們等著看王立鴻的 因為有承翰點 謝謝 那應該是不是不錯的 所以你有辦法 你有辦法再模仿小沈陽這件事情 上面還有一點進步嗎 可以啊 對啊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聽 小沈陽哥他的一些 說話的那些 有這麼難過嗎 是想西哥是不是 是怎麼樣 我學得不好... 我一直在聽啊 其實我剛剛... 其他人講話我都放空 我就一直只聽小沈陽講話 然後你學到了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私下講話 跟台上差滿重要的 對 因為我們看到的表演 是他那個故意去學一個 那種娘娘腔的 是 那他講話又是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陷入一個焦灼 混亂 為什麼有兩種 因為男男唱的招呼 好難 每天這樣打鬧沙場 到底有什麼意義 小天叫救護車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看那部電影啊 我還不知道高雅買了早餐 對不起 我忘記他不能吃 你好古怪啊 你 不行 我們聊天 他在這兒照你的 搞定很奇怪 真的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他已經照你的 我一直這樣子 你沒看過更奇怪的時候 我還有辦一棵樹的時候 所以你就辦一棵樹 站在那邊 我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了 大家聊得很開心 我辦一棵樹了 還有黏紋在臉上 你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都我很享受 沒有 想你不高興可以走啊 沒有 怎麼會不會來啊 前一陣子剛好有一些空檔 就去了湖南衛視 做了一檔節目 幹嘛脫啊 你還說幹嘛笑 他還搞我笑 他一直在笑 他還在笑 這什麼... 他講我到底 站在那邊幹什麼了 你去換衣服啦 其實我在那邊 要介紹這本書啦 不要管我的書 這二人傳的藝名 都是叫做小什麼...嗎 對...差不多少吧 所以像陳漢典這個名字 會太嚴肅對不對 陳漢典的陳啊 他的名字比較像律師 比較不像是搞笑藝人 是喔 其實我們是律師世家的 我爺爺是律師 好像沒有人講 知道了 他以前當過法官 後來當律師了 他還曾經當過法官 不會 那是因為時間晚了 你本身就困了 所以我真的累得吃了 我看到你 你眼神好像稍微空掉了 空掉了 空掉了 很空啊 空掉 幾度就是你這樣 我也空了 你快點時間問楊哥嘛 楊哥 你們在演舞台去的時候 要不要... 要不要喝一下水... 喝一下水... 你不要休息一下啊 我幫你完成 楊問題 很想問 可是你知道眼睛一直... 我問他演舞台去的時候 應該笑的地方 會不會很怕觀眾沒笑 對不起啊 我大早要睡覺了 所以... 你先睡一會 我還是可以回答 沒有關係 你演舞台劇的時候 應該笑的地方 觀眾如果沒有笑怎麼辦 對 突然你會... 因為那是有現場觀眾嘛 你還真的讓我幫你問嗎 你真的很不敬業 你會去試啊 就是因為其實舞台劇就是 你不見得每一次都要一樣 當你這次沒有笑點 應該要有沒有拿到的時候 你事後就會想辦法 我再換個方式看能不能拿到 他是過動了啦 他是嗎 他沒辦法停下來 他連私底下也是啊 他每次打電話給我啊 一般打電話 比如說亮哥 我們晚上這個約的事情 約在哪裡 準時這樣 他不是 他一打來 嘿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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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弟弟怎麼了 嘿吼... 嘿吼... 我要說什麼 他一直嘿吼 快兩分鐘啊 我嘿吼後面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了 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也...就是我們打過去的時候 都會先弄一段 比如說宣搞笑 比如說最近發生什麼時事啊 嘿吼... 把你的邪惡收回去 嘿吼... 這樣子 一直講... 然後嘿吼... 然後就是講半天之後 幹嘛 都沒有講重點 不然就一打來也沒出聲喔 他就開始BBOX這樣 那我不要配合他 就他打電話打來啊 比如說你現在打來 喂... 喂 喂... 那個... 喂... 我忘記我要講對 你誤會... 你誤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